这张卡是我新开的 里面有三十万 密码是五一七五一七 我要吃我要吃的意思 特别好记 学费没那么贵啊 而且你确定要用这张银行卡 来交一个学费 这不是学费 是给你爸爸做手术用的 我知道你爸爸生命住院 这种事情是托不得的 再加上你这个人特别你 你肯定不会为那有钱朋友借钱的 我这里刚好有 我们俩才认识多久 你就这么信任我 信任这种事情 跟认识多久根本没有关系 再说我们两个也非心非故的 你上次不会救了我两回吗 再说这些钱 又不是拔给你的 只是借给你 我会为你收利息的 你签个字就好了 好 好 你别愣着 你可别辜负了 小冲对你的救命之恩啊 怎么了 小冲怎么了 我把车卖了 再加上我之前的一些存款 刚好够三十万 你不用内疚啊 我爸呢 说我根本不适合开车 是个马路杀手 所以呢 把车卖了也是明智选择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高档吧 你不用太膜拜我啊 这个钱呢 你如果觉得有困难的话 是可以分期还款的 我不会介意的 你确定要把这些钱借过吗 嗯 不后悔 都签字画押了 哎呀 你就别再纠结了 就你爸爸的命要结了 就你爸爸的命要结了 嗯 喂 亲爱的 哎你知道吗 我们公司基本要搞个年会哎 那可是一个高端年会 我们子公司啊 只有领导才能去呢 我也准备过去了 是吗 你也去吗 他发了一份邀请函给我 好哎 进完这了 这边请 亲亲爱的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出来了 你还说我 你看看你啊 你是去走红坛呢 还是去当伴娘呢 这可是琳达送给我的战区 小姐抽奖在这里 哦 好 谢谢啊 真没想到啊 俊明呢 肯出席这个公司年会 真难得啊 你很高兴吧 这几年呢 他太封闭自己了 当然 这样呢 可以专心工作 可是我总希望 他能跟别人多交流 多沟通啊 对吧 是啊 怎么样 很好 很精神 佟总 这是一会儿要用的演讲稿 我不需要 林伟有份合同 他明天要用 没有给他送过去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这是我的错 因为这人太忙了 我忘了把合同拿给您签 还在我那儿呢 这样 马上就人取过来 我在这里去 好 我让李浩去拿 喂 王总 好久不见啦 最近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 哈哈哈 发了一份邀请的 等会儿再聊 你们先聊 你怎么来了 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电话也不接 也不来接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还问你 你怎么来了 你邀请我来的 你还装糊涂 我邀请你来的 对啊 尊贵的各界来宾 慈秀迎新的日子里 我们非常荣幸与您共度 开始了开始了 巨镇集团年会 现在开始 尊敬的各位来宾 欢迎丽临 巨镇国际集团 酒会现场 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 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同时呢 今天我们最亲爱的童总 也是清零到了现场 现在让我们用 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童总的到来 怎么样我干什么呀 我最近谈点事 平均的矫换 什么意思 让我看看神秘的童俊明吧 童俊明有什么可谈的 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的 亲爱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 光临巨镇 周年的庆典 你们的到来 让我们今天的晚会 彭壁升辉 同节 巨镇国际 是我父亲创立的企业 目前的业务 涉及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有金融 保险 房地产 顾振宇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影视等各个领域 梁星 已经发展了 你听我说 郭靓铭不是由于 隐瞒他神社 他一定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都是骗子 我今天说话比较简单 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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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你早就知道 同节就是同俊明 对不对 连你都骗我 你们当我是傻瓜吗 梁星 俊明不是有意欺骗你 他很喜欢你 他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 所以 所以怕一旦你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反而会失去你 如果真的是喜欢我 他就不会这样 耍着玩我 我也是有足尊心的 他没有耍着你玩 除了身份没有告诉你 他一切都是真的 你不要再替他解释 骗了就是骗了 谁会在乎是怎么骗的 好了 你先别生气了 要不这样吧 我 我先送你回家好吗 不用了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 郑云 我觉得很奇怪 他怎么会来呢 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电话也不接 也不来接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还问你 你怎么来了 你邀请我来的 你还装糊涂 我邀请你来的 对啊 我先装糊涂 你还能够 我先装糊涂 你还能够 我先装糊涂 信息部吧 过来一下 顾总 您的邮箱有个登录异常 但是是在公司内部 在哪 秘书室 好 小五 谢谢你 好 没事 这件事情别和任何人家 顾总我知道了 那顾总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好的 顾总再见 方梅 你来一下 梁星老师 你是不是和佟玉明在一起了 我什么时候跟佟玉明在一起了 别装了 整个网络都在传你们的绯闻 你可发达了 放了个大款 你打错电话了 所有的女人都逃不过妇伤的用户 轻人 我的天啊 心姐好 嗨 哥 哥 原来你在这儿 我还正找你呢 想找我说什么 良心都知道了 哥 从小到大 我都觉得你做的事情和决定的事情 都是正确的 可是这一次 我也真的没有办法认同你的做法 你不应该慢良心这么久 也许 这一次 我可能真的错了 什么叫也许 真是大错特错 不应该能不能摸 你不能摸 你不应该没什么 我可能摸